最後一個是地核 地核就是從2900到6371公里 這叫做所謂的地核 地核有分兩種 一個叫做外核 一個叫做內核 外地核跟內地核 這裡這麼深挖得到嗎 挖不到 所以不可能直接探射 那你怎麼知道什麼玩意兒 隕石 剛才講過靠隕石 當然還要配合外油魚定律 你怎麼直接來做佐證呢 什麼之類的 來看看 我們推測它是誰呢 鐵跟內 鐵跟內 所以我們推測我們地核的組成是鐵跟內 就是鐵跟內 然後這裡的外核是液態 大家要知道 外核是液體 內核是固土 為什麼外面是液體 裡面是固土 我們在理化這個交過 控制東西是固態液態 其他原因是什麼 溫度跟壓力 溫度跟壓力 溫度壓力的關係 因為月裡面壓力會越大 所以把它把它壓回成固態 壓回成固態 所以外核是液態 這要知道 外核是液態 這要知道 然後內核是固態 這叫做地核 好 剛剛講過的重點是叫做什麼 個程的說明跟比較 你說比較 根據那個為什麼會分成你就知道 密度是越往裡面越怎樣 越大 越重了沉下去 輕的浮起來 厚度也是越往裡面越厚 那個地核很薄就不要算了 地寒只到兩千九 兩千九到六三七一是地核 地核 OK 但是體積不是 體積是地寒最大 你們好像不會算球體積 三分之四派阿三次方 不會算 沒關係 你又要說大哥你答案就好了 就是地核最大 我看過有人考這個 只要考這個都故意考 都是故意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都是越往裡面越大 就是他不是 是地寒最大 所以考都是故意考的 因為他跟別人不同 然後誰組成呢 我們待會會說 天文也會說 我們的地球是岩石跟金屬構成的 地殼是岩石 地寒也是岩石 然後地核是金屬 那麼也什麼岩石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石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石 那麼地寒是橄欖岩石 然後地核是什麼金屬 剛剛講鐵跟鎳 鐵跟鎳 OK 所以地球是由岩石跟金屬構成 地殼跟地寒是岩石 地核是金屬 什麼金屬 鐵跟鎳 什麼岩石 花崗岩石 玄武岩石跟橄欖岩石 剛剛跟你講過了 我們最喜歡問的是 海洋地球什麼岩 玄武岩 為什麼喜歡問 因為後面會提到它 因為後面會提到它 後面會提到它 有人考過地寒是那個橄欖岩石 橄欖岩石 OK 就是把這個結果 重點4個程的說明跟比較 重點1 為什麼會分層 冷測的時候 中了層下去 輕的補起來 重點2 你怎麼再有分層 地震波的探測結果 重點3分打接層 地核 地寒 地核 重點4 上面這個 個程的說明跟 比較 請你把這些內容 給我記住 記好 OK嗎 OK嗎 OK